根据任务安排,神舟12号飞行中,航天员陈祖将载轨完成四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一是要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工作 包括天核核心舱载轨测试,载身申保系统的验证,机械臂测试与操作训练,以及物资与废弃物的管理等等 第二是要开展出舱活动及舱外作业,包括舱外服的载轨转移,组装测试,进行两次出舱活动 开展舱外工具箱的安装,全景摄像机抬升和扩展泵组的安装等方面的工作 三是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,进行空间应用任务,实验设备的组装和测试 按程序开展空间应用航天医学领域等实验,以及有关科普教育活动 四是要进行航天员自身的健康管理 按计划开展日常的生活照料,身体锻炼,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自身的健康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